英国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和公爵夫人凯特·米德尔顿 在3月代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前往加勒比海域 进行了为期8天的皇家访问工作 期间二人到访了伯利兹、雅买加和巴哈玛群岛 然而工作中的突发情况让威廉王子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众所周知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是如今英国王室最受欢迎的夫妇 二人的粉丝和拥护者更是遍布全球 但是在此次行程中 两人却被当地人民联合抵制 拒绝他们踏足一寸土地 这让作为英国王位直系继承人的威廉王子深感悲痛 按照行程安排 威廉夫妇本该在抵达伯利兹的第二天 前往当地印第安克里克的一个可可农场进行参观 但在两人前往伯利兹的飞机上 伯利兹官员临时更换了另外一家农场供两人参观 因为印第安克里克的居民在当地举行了抗议活动 强烈抵制接待两位成员 当地酋长巴斯蒂安·肖尔形容 这是对威廉夫妇和英国王室的示威和警告 虽然在更换的可可农场里 威廉夫妇也玩得很开心 但在返回英国之后被曝光的照片 却暴露了威廉王子内心的痛苦 照片中 威廉王子一在窗边 看起来既悲痛又疲惫 而凯特王妃则一脸关切地坐在身旁 试图为丈夫提供支持 除此之外 在威廉夫妇访问期间 反郡主制组织也再次向英国王室发起了抗议活动 其中就提到英国曾经对加勒比海域等地区的侵略 并向各英联邦国家再次发出呼吁 呼吁推翻女王取缔郡主制统治 效仿巴巴多斯在去年11月所做出的决定 这加重了威廉夫妇所承受的心理负担 一位王室内部人员透露称 在出发前 威廉王子和凯特原本非常期待这次访问 但这次突发情况的出现 让他们的工作比预期更具挑战性 尽管他们很清楚在英国郡主制正在被部分英联邦国家抵制 可真正去面对这些时 痛苦和沉重的心情还是把威廉凯特淹没了 在返回英国时 威廉夫妇出席了王室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为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举行的纪念仪式 在之后的几个月 这对夫妇将不得不整理心情 继续对其他英联邦国家进行访问 以纪念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继位70周年的白金喜年 令人担忧的是 在女王的白金喜年 王室都陷入了如此动荡的状况 如果在未来几年内 年迈的女王离世 或者因为身体原因 无法再承担职责 主要让本就不受外界欢迎的查尔斯主持大局 那时的郡主制是否会受到更多猛烈的抵制和排斥呢 尽管查尔斯已经想好要缩减王室人员 以减少开支 降低英国纳税人对王室的不满 但却无法阻止其他英联邦国家的脱离 这同样会威胁到整个君主制的存亡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 英国王室是否能够坚持到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成为国王和王后都无法确定 英国王室在感恩节时 为去年离世的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举行了悼念仪式 但本该出席的苏塞克斯公爵哈利王子和公爵佛尔梅根·马克尔 却没有从美国返回英国 这让他们受到了猛烈的抨击 其中包括梅根的父亲托马斯·马克尔 他直言女儿和女婿的行为是对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极大的不尊重 马克尔先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他强调参加纪念仪式并向菲利普亲王致敬 是一件非常重要和神圣的事情 并且这对亲王的伴侣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来说非常的重要 对哈利梅根来说 拒绝出席就像是在打女王的脸 马克尔先生说道 这是不可原谅的 英国人民不会原谅他们 他们也不值得被原谅 我不知道他们拒绝返回英国出席活动的原因是什么 但没有任何原因能够作为理由和借口 这对女王和英国人民来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已经不是马克尔先生第一次公开批评梅根了 在过去梅根拒绝排同丈夫让哈利独自返回英国时也曾受到他的攻击 这位父亲的观点似乎是他不懂事的女儿羞辱了女王和英国王室 让他也跟着蒙羞 马克尔先生的说法得到很多王室粉丝的支持 但同样也受到了哈利梅根拥护者的抵制 其中一位网友这样评论道 托马斯·马克尔现在正在通过自己的媒体账号攻击自己的女儿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梅根不想和她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我对我的小女儿做了同样的事情 我会因此感到羞耻 如果我爱她 我一定不会这样做 另外一位网友补充道 如果你在某个时刻真的把梅根看作你的女儿 那你一定会闭上嘴 小编观点关于托马斯先生和梅根之间的矛盾 其实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的时间了 包括在梅根与哈利王子大婚前 他与父亲一家就很少游来往 直到哈利梅根订婚之后 托马斯才开始活跃 并被爆出与媒体合作 摆拍关心梅根的照片牟利 这让梅根认为父亲让自己在全世界面前蒙羞 在有这种前科的情况之下 托马斯频繁发表偏向女王和王室的言论 批判自己的女儿 显然是知道这样做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因为在王室和哈利梅根之间支持后者的人是少数 在此之前 托马斯也曾尝试主动地向梅根示好 道歉 甚至是从道德层面逼迫梅根和他修复关系 但富贫女贵的想法并没有实现 这让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去实现目标 当然了 这并不代表托马斯先生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甚至还在将近时间安排好了其他行程的情况之下 哈利梅根拒绝参加菲利普亲王的倒逆仪式 无疑会令女王感到心碎 必让王室成员和英国人民为之愤怒 就算梅根在身处王室的两年时间里 还没有和女王亲王建立起足够的感情 哈利也不该如此冷落 邓谈到议会是否会在近期内取消哈利梅根的头衔时 莫里斯博士表示 自己目前并没有看到哈利梅根 做出会让议会做出这一决策的举动 所以他们仍可以自由地保留和使用决位头衔 邓可以肯定的是 哈利将失去他君主顾问的重要职权 因为他已经在英国之外建立了主要居所 和决位头衔一样 郡主顾问身份也是在哈利梅根离开王室时 前者为数不多保留的王室职务 同样该职务的罢免和更替也需要通过议会 由于如今的女王身体状况不佳 而该职务又可以在女王无法正常履行职责时 直接代表她行使职权 所以今年的议会肯定会将哈利的职权剥夺 以防止她在某种情况之下使用该职权引发混乱 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很多美国人也渐渐意识到梅根所强调的 公爵夫人身份并不具有任何实际性意义 并为她连续使用该头衔 对美国的部分问题指手画脚感到气愤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梅根将不得不调整她的策略 也许在一段时间之后不需要外界施压 她也不会再继续使用这头衔了 对美国人也不会再继续使用这头衔了